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敬绕这个便当好菜服 对 那么今天说到便当的话 当然有谁 当然是我们的Amanda老师 Amanda老师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那么今天你要教我们的这个 好厉害 日式苹果咖喱 对 日式苹果咖喱 就是一般日式咖喱 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的 对 加那些咖喱砖的话 有很多的防腐剂 很多味精 所以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天然版的 天然版的 好营养丰富 是 因为有加那个苹果 对 苹果咖喱 首先可能我们来看一下材料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 苹果泥 对 你们可以在家里放一杯水去 把它搅到烂为止 这样 或者是蒸了 没有搅拌 蒸了 把汤汁压压就变成这个苹果泥 苹果泥 不用放其他的东西的 不用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是番茄酱 就是一般我们买的那些意大利酱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蘑菇 这个是杏鲍菇 杏鲍菇 是的 很好吃的杏鲍菇 对 然后苹果 一定要有马铃薯 马铃薯 我还以为是苹果 因为苹果泥 是的 然后我们就有红萝卜 红萝卜 很营养的 然后这个就是咖喱粉 咖喱粉 对 调味的部分就是盐 调味是海盐 日式酱油和一些蜂蜜就可以了 还有蜂蜜 那当然我们有主角有我们的鸡肉 鸡肉和洋葱 还有洋葱 洋葱很重要 洋葱要放两大粒 因为它的甜味就来自洋葱了 所以你现在就先来就是翻炒洋葱 已经鸡块了 对 一般我会先放洋葱下去炒 然后我就放那个鸡 就尽量皮向下 它就会分泌更多的油 更多油脂 这样子来炒 那洋葱要给它炒到变软 变金黄色 是 化色也不要紧 因为这样它才会有甜味 会发出来的 就没有洋葱那种辣的味 是 小朋友就会很喜欢 对 我就很喜欢吃洋葱 对 因为甜 因为甜 对 所以你大概炒到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金黄色 变软了 那我们可以放入其他的材料 好 先放入什么 那个杏鲍菇 杏鲍菇 好 那我们尝尝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香了 对 洋葱本身就很好的 然后就是马铃薯 我误认为是苹果的 苹果 对 它好香 所以马铃薯需要先汆烫过吗 不需要的 就是切了就可以了 直接就这样了 然后就是红萝卜 红萝卜 对 也是一样 吃到很好 那分量你们就自己去拿捏吧 是 好 就是看你们要吃多少蔬菜 是 好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 把我们这些调味放下去 是 就是这个番茄酱 要三个汤匙 三大汤匙 对 好 接下来 薰果酱 然后呢 薰果泥 我也需要这个盖子 这个也是三大汤匙 这个已经凉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搅拌在一起 对 然后我们需要一杯水 好 需要水 需要水 嗯 那我们就把那个水倒下去之后呢 那我们先炒一炒才放水 好 把那个水倒下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盖一盖 就可以焖 焖 对 焖到大概是十分钟 然后材料都软了之后呢 我们才逐渐放的海盐 酱油 蜂蜜 还有我们的这个苹果泥 苹果泥是最后才放的 那这个苹果泥其实 因为日式的咖喱它比较浓稠一点 一般上外面会放那个面粉 对 就是 有许粉 就把它变成浓稠 不过我们放那个苹果泥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苹果的香味和甜味 所以它也可以起到那个调味的作用 就不用吃这么多淀粉了 是的 结果吃这么多淀粉 因为它就喜欢勾芡 勾芡 然后又有那个香味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再配饭就可以 就是一个便当的 对 然后这个呢 因为小朋友通常 很多小朋友第一次开始吃辣的东西 都是从这个食谱开始的 我发现到 因为它们不会很辣 对 然后又甜甜这样子 当然在家里你可以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再加一点点那个辣椒粉 让它可以带辣味一些些 是 好 我觉得今天的食谱 真的是还蛮简单之多的 那如果想要在家里 自行准备这个便当 我们带大家重温一下 今天的太瑶的食谱 一起来看看一下做法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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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